上回说到 二经济早期的陆地被早期的核公钢占领了 在传统分类学中 这些动物被称为盘龙木 它们依然保留了类似蜥蜴的形态 显示出两个字 原始 这些老古董不知道的是 一场灾变即将来临 二尔森灭绝事件 让它们多样性迅速下降 但这不是最恐怖的 当它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新的竞争对手给它们来一个当头一棒 那些家伙的肚子不再贴在地上 它们的四肢将身体抬起来了 在速度上它们就更胜一筹 近时上也是 牙齿更加分化 孽如孔更大 它们和歇齿龙科都属于歇齿龙类 它们就是兽孔木 在这些原始核公钢逐渐衰败的时候 兽孔木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在增长 它们将核公钢的多样性 推上了又一个巅峰 它们扩张到盘古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它们不再像那些原始核公钢那样 只分布于温暖湿润的地方 它们扩散到远离赤岛的地区 目前发现的最早兽孔木 是距今因为2.75亿年线的北美洲的四角兽 它的化石提醒只有一个残破 并且被几家变形的头骨 因为它的额头和鼻子有四个骨质凸起 所以叫四角兽 四角兽的头骨只有九厘米长 说明它们并不是什么庞大的动物 为话实太少 四角兽未必属于兽孔木 这方面有争议 只能确认属于歇齿龙类 连来更晚的大山口真心兽 发现了中国甘肃 化石更少了 只发现了鼻骨和上河骨 过了它的全齿暴露了它的身份 它被归入鸡干的兽孔木 到了二迪子中期 陆迪彻底被兽孔木征服 兽孔木开始放飞自我 巴默厄亚木 这是一类原始的兽孔木动物 虽然有个恶子 但是它们一点都不像个鱼 那修长了四肢和纤细的身躯 腰脂更短 脚掌更加对称 明显是速度型动物 它们的牙齿更加分化 孽如孔更大 它们主要占据了 重型不是者的生态位 尼卡龙兽就是巴默厄亚木的 体型非常小 头骨只有5厘米长 眼睛巨大 牙齿也小 明显是十重任务 没错 何宫刚又来个黑西金刚 抢生态位的 我为什么要说又 因为西带龙克还活着呢 巴默厄 体长两米 是种重型不是者 它们占据了 类似现代胶囊的生态位 石巨厄是一种大型巴默厄亚木 体长也只有2.5米 体重比阿拉斯加犬略重 是伊凡龙 根据一块仅有的 不完整上合股推测 体长可以超过4米 但是像这样的庞大的掠食者 真的不多 就要玩出现的伯纳特兽科 则基本上是叫小的不是者 一般也只有1米多长 但是别小看它们 它们依旧可以捕杀 比自己更大的猎物 它们头部研瓦出了很多流 脑袋咯咯哒哒的 看上去很丑 可能对于它们的审美观来说 长流是好看的 巴默厄亚木 虽然已经辐射演化 但是它们占据的生态位 依旧比较单一 又占据顶级不是者 和素食动物的生态位 这可能是它们过于原始导致的 它们也如孔比较小 脊椎太原始 像是居饿伊凡龙 这样的不是者并不多 当石油性孔头兽亚木 和利驰兽亚木 纷纷崛起 它们只能占据 类似欢的生态位 在大约2.55亿年前 全驰兽亚木崛起 这些动物更快更敏捷 巴默厄亚木逐渐衰落 但是它们还没有灭绝 直到西伯利亚的火山响起 才给它们画像句号 而二迪其中 其很多生态位 都被孔头兽类抢走了 素食 砸食 肉食 它们都占据了 灌恶兽是一种早期的孔头兽类 它们头上长着两对角 看上去像长了四个耳刀 耳朵 而且它们可能是半水生动物 扮演着如今类似河马的生态位 在阿尔森秘诀事件之后 灌恶兽就取代了baby龙 它们的身躯庞大 平面装着庞大的消化道 来对抗来消化的植物纤维 灌恶兽一共有两种 还生活在一起 一个叫乌拉尔灌恶兽 它更大 但是头部的灌尸不明显 体长超过4米 还有一个叫奇异灌恶兽 体长3米 不过灌尸更发达 它们还可以遇到 我刚刚切到的死居饿 果然河马还是得碰上尼罗厄的 灌恶兽那肥胖的生躯 明显就是简寒一样的素食者 但是嘴里却长了 食肉动物的牙齿 它们的犬齿和蒙齿都很大 灌恶兽比较原始 它们也比较短命 大约在2.65亿年前 它们被更加先进的 墨头兽纱姆取代了 墨头兽纱姆大部分都是素食者 它们为了吃素 甚至丢弃和温钢最基本的牙齿分化 牙齿逐渐改成了通行尺 几头兽就是这个分支的 在灌恶兽灭绝之后 几头兽就取代了它 它也是半水生的 体长大概两米 几头兽依旧保留了全尺 不过已经不大了 它们的头部夜夜花出了惯事 这是要向灌恶兽谢罪的 不仅取代了它 还抄袭它 不过形状不一样 几头兽的灌像个大耳刀 耳朵 我跟谁学的 而且几头兽的头顶 还长了一个肿块 当然 墨头兽下母也有掠食者 维恶兽科就是掠食者 僵尸兽 僵尸兽 这个鼠很乱 有八个肿 体长三至五米 身躯笨重 可能是杂食动物 维恶兽就是一个 致命的捕食者了 体长于二点五米 它可能是僵尸兽的天敌 这张图描述的是维恶兽 不是射足兽 射足兽属于木头兽科 目前一共发现了色种 体长大约两米左右 射足兽等木头兽科 已经高度适应了之时 它们已经完全退化了全尺 它们可以将绝类的叶子扯下 然后葫芦吞下 射足兽的头骨非常坚固 它们可以用头部 当作争夺配偶和领地的武器 也可以用来抵抗捕食者 特化颅骨和颈椎 可以有效地保护大脑和脊髓 它们头顶是真的厚 脑子是真的小 可以看出它们的智商并不高 射足兽的身体前不高 后不低 这样的结构 也可以让它们吃到更高的树叶 而安地欧兽项目 就是那时期最强大的捕食者了 这类动物拥有比较大的猛齿和念如孔 说明它们脚合理强劲 它们的上颗骨向上翘着 头骨比较窄 但是很厚实 其中的多特罗龙兽 可能是特殊的杂食动物 它们身体非常庞大 体长有5米 它们可能就是当时的熊 和脂兽科主要是中型的捕食者 它们体长在1只3米左右 扮演了类似狼的生态位 它们身体瘦小 是敏捷的捕食者 也正是它们 把巴默埃亚目 逼得只有一米多长 然而巴默埃亚目表示 还不知道谁活得紧 而另一个科 安地欧兽科则大得多 也更加粗壮 巨型兽有两个种 阿达曼巨型兽 头长80厘米 体长5米重1吨 而另一个稍小的波特斯巨型兽 头长有65厘米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当属安地欧兽 头骨80厘米 体长可能有6米 体重可能有2吨 是目前发现的 最大陆地石油和空缸之一 这样的体型 安地欧兽怕不是 比南方巨兽龙还活得逍遥自在 好得南方巨兽龙 还可以遇到一个 比自己大的安地四龙 而安地欧兽 遇到的素食动物都比自己小 简直就是自作餐厅啊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的石油动物 会比素食动物还大呢 我们印象中普遍来讲 应该是素食动物更大 第一是 木头兽龙的消化能力 还是很简单 没有遗忘出喂食 反除盲肠的手段 他们只能扯下叶片 然后活动吞下 仅仅依靠肠胃来吸收 一小部分营养 没有办法供应太大的声区 而那些捕食者 他们可以直接从猎物身上 获取蛋白质 这样就简单多了 而且捕食者自身也有问题 他们全脚还是不过大 爪子也不锋利 没有今后捕食者 高效的猎杀手段 他们只能依靠体型来制服猎物 安迪欧兽和巨型兽的头骨上 有巨大的肿块 也许可以将猎物撞翻 他们的脚掌没有力转 但也许可以用来拍拥猎物 在距禁约2.6亿年前 随着额门三一代的一生巨响 无数熔岩从地标涌出 这就是二叠基达灭绝的热身 额门三暗色岩事件 凡射意识的孔头兽亚母 全部灭绝 保留了原始形态的 膝带龙科也全部灭绝 和公刚正式舍弃的吸引他 很快 一些曾经生活在 孔头兽亚母阴影下的动物 开启了和公刚历史上的 这三个王朝